現在你們要看一下 在馬路上 我當然知道 對啊 你不能這樣子攔吧 不顧一旁車來車往 男子就直接站在馬路中央 擋住公車去路 員警好言相勸 他卻說這一切都是司機的錯 不是我不能這樣攔 是他 不是 他過站不停的話 你是不是可以 他就這樣過來 你可以特速 像這種情景不止一次 堅持自己肉身攔車 一點也沒錯 講話還越來越大聲 沒多久後情緒完全失控 在馬路上亂跑 遠景只好強制上考 我快 你要快嗎 我快給我放他了 不可能 新北市中和這名流行男子 4號下午在景平路大勇街口 公車站等車 連續攔了兩步都不靠站 一氣之下 竟然就衝到馬路中央 以肉身強制讓公車停下 司機嚇得緊急煞車 沒想到男子卻把先前的火氣 全都出在司機身上 大家要趕回家啦 讓我靠這邊好不好 要是等一下再講 先讓我趕回家 情緒上的失控 在路中要跑 跑給我們警方 所以回來問他 他自己也 講不出一個所以然 天氣熱火氣大 只因為攔不到車 就失控擋公車 還驚動警方到場處理 把公車上的大叔大嬸 都給嚇壞了 大家要趕回家啦 記者郭先生 蘇宜歡 新北市報導 上司機 Episode 1 2 3 2 谢谢大家